其他的社会焦点来看到的是 捷运站金船随机行抢事件 台北市有一名灵性导游 因为疫情的关系失业 缺钱花用的他冻起了歪脑筋 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持电极枪 来到了台北市石牌捷运站随机行抢 受害的女子这个惊声尖叫 也立刻引来了路人的围观 嫌犯得知失守之后落荒而逃 好在有一群热心的路人一路紧跟 最后呢他是追了五百公尺之后 失严谨利赶到 警民合作终于成功地将嫌犯逮捕 警用机车骑上人行道会这么紧急 全心为嫌犯就在前方 热心民众指正立立让嫌犯百口莫辨 原警也立刻将他压制上铐 但男子究竟犯了什么罪 把时间推回到三分钟前 他犯后匆忙逃离小巷 后方两位热心民众一人通知警方 一人紧紧跟随 就是不让嫌犯顺利逃跑 听到那个一个女生的尖叫 尖叫声然后我一定就知道 发生了不普通的事 看到一个男人在逃跑 嫌犯得知遭尾随竟然回头频频叫嚣 甚至一度出手想攻击热心的男大宣 一开始他用他试着攻击我 我没攻击到 听到那个电击器的声音 那个叽叽叽叽的声音 日记男大宣协助警方抓人 而被逮的是名灵性导游 因为疫情关系失业 而学校晚间七点就持电击枪 到石牌捷运站行场 少安妮子本想牵车离开 被恐吓招出前后 吓得放声尖叫 嫌犯一词落荒而逃 而两名路人见状 未遂他五百公尺 最后警民合作顺利抓到他 失业不找正当工作 却持电击枪强盗未遂 他恐怕也没想到正义路人满街跑 让初次行抢就已失败收场 记者群长张士奎台北报道